各位同學 大家來講 今天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 來為各位學長同學 介紹我們同學講座的小小秀 他是我一直非常敬仰的老朋友 第一個 他在學問研究方面 一直是在台灣睡眠之間 尤其看到台灣的社會動物 一直就是一個先行者 包括台灣過去早期的 環保運動 老兵的 還有飆車的 還有什麼 都太多了 消費者 都是小老師一直在隱帶領的 國內的社會運動在往前看 我簡單介紹一下小老師 他一直是在台大社會系 正教 同時是在中央研究院 社會所 現在是一間所長 就是一間所長 那小老師過去擔任過小蘇波的職務 因為小老師是小蘇波的職務 所以也擔任過課委會 現在目前是課委會 還在課委會 還有擔任過文建會的委員 我擔任 現在還擔任台灣第三部門 學會的理事長 還有台灣亞太發展基金 是 那過去也擔任過 那過去也擔任過 剛講 各國會的委員會 全數發展的召集人 外交部的NGO委會的委員 還有政府改造委員等等 尤其啊 小老師啊 在學習人士序上 是非常傑出的 所以這波普通的那個 學習人士序獎 同時也是 和他三明八道的 傑出校友 非常傑出的學習人士 所以今天呢 我們非常高興 小老師對波隆 我們講這個 一直是 小老師 多年來 關心 關照 台灣政治本地的一些 社會中 政治民眾 他講的是 台灣民主打造立場 從這個台灣民主人 打造立場 以及這個典範轉移 來作為他那個 社會學者的方法 這一直是 他在代理台灣向前做的 他今天非常高興 有機會 小老師 小村長 可以波隆 來看我們的同事講座 讓我們掌聲 來歡迎小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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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副校長 我跟林副校長 這個 這個 交 交移 也 也 也 我們學到幾十年了 我們比較共識 在一起的是在公事 就是剛剛他講公務店 是在董事 那他一直是在傳播學界 非常尊敬的這個學者 那他做的副校長 我都不知道 我是剛剛才知道 而且他做了三年了 所以我說不好意思 老朋友都不知道 老朋友做了官 很抱歉 我會想說 老朋友 你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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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